前段时间我讲了一条建议新生儿做DNA鉴定的视频 后面我了解到公安机关实际上有一套打拐DNA系统 但大家作为父母最好是提前能有一些准备 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很遥远 所有的父母在孩子被拐卖之前都不会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哪天孩子丢了 我说的是如果这些准备能让你更快的找到孩子 首先就是要给孩子留下指纹 记住每根手指都需要 并且要清楚地记录好是哪根手指的 其次就是留一点孩子的头发 以便以后做DNA鉴定 第三就是留一些孩子近期清晰的正面照片 不要美颜 第四就是孩子身上有什么胎记疤痕之类的地方 一定要拍照记录下来 以上这些东西很多的失踪家庭都没有留下 导致了找孩子特别的困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当然也希望这些东西永远用不上